白宮質疑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報告 認為中國並不透明 而且要求進行第二階段調查 沒有國務院也與13個國家發出聯合聲明 表示願意與世衛組織合作 但都質疑報告內容 世衛組織3月30日星期二發布了與中國的新冠病毒起源聯合報告 當中認為新冠病毒的傳播 可能在武漢發現病例的幾星期前就開始了 報告中列出了新冠病毒傳播的四種情況 白宮署人沙奇說 這份報告缺乏關鍵數據信息與管道 它是代表了單方面而且不完整的事件的面貌 沙奇說美國仍然認為 世衛組織的存在對改進世界人類健康有幫助 不過拜登政府的確對世衛存有疑慮 所以才在特朗普的前政府退出後重返世衛 因為只有在組織裡擁有發言權 才有辦法從內部進行改革 並且為已有所謂的事件 請進行改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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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際上 請進行改革 隨便 進行改革 改革